亲爱的朋友您好 我是罗门 欢迎您与我一同来研究圣经人物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个单元 就是超越时代先知的以赛亚 以赛亚他的侍奉可以说非常的长 在他一生侍奉的年日至少有五十年 时间就是落在于主前的七百五十年到七百年之间 一生绝大部分都是在王宫当中 因为他有皇族的血统 所以他是一个宫廷的先知 那么以赛亚其实跟他同时代的先知 还有何西阿 还有尼迦 那么当亚述帝国可以说是以赛亚时代的背景 一个非常重要的势力 他们虎视眈眈的想要来扩张他们的境界 所以以赛亚就预言到北国的灭亡 那么他就警告尤大王亚哈斯不可以倚靠亚述 然后去跟他周围的国家打仗 周围的国家特别包括亚兰和以色列 所以在主前的七百二十二年当北国沦陷了以后 那么以赛亚又警告了西西加说不要跟外国的势力结盟 那么为了结盟埃及可以来对抗亚述 可是以赛亚说也不要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在以赛亚的侍奉的过程当中 就是在这些君王当中做一些折冲的工作 做一些的联系的工作 那么在西西加王统治的期间 当然以赛亚他先知的职份 可以说发挥他最大的影响力 首先以赛亚他的侍奉 我们说横跨了四个朝代 就是说横跨了四个王 这前后五十年的时间 当然从圣经里面 很少有先知像以赛亚那样经历这么多的国王 例如像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说 当乌西亚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加 做犹大王的时候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 论犹大和耶路撒冷 那以赛亚呢 我们基本上刚才提过 他有皇族的背景 所以他可以在这个皇宫里面 可以接近国王 那么他也本身呢 也可以接近祭司等等 他大部分的接触的 都是比较属于宫廷的 祭司的这种阶层的人 这些的历史的事件 都让以色列人也有一些的希望 特别当亚述王来攻打耶路撒冷 这个情况十分的危急 以赛亚就迫切的为他的国家祷告 当然也安慰了西西加 特别在以赛亚书的三十七章那个部分 那一章都提到这个整个过程 所以我们看到呢 因着以赛亚的鼓励 西西加王的祷告 最后呢 转为为安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 就是年老的以赛亚 因为不肯遵循 马拿西王的命令 我们知道马拿西王 他是谁的儿子呢 他就是西西加的儿子 所以他不肯接受这个马拿西王向偶像跪拜 就被抓了 在西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七节谈到 有人被拒拒死 那么最大的一个可能呢 就是犹太人传统的说法 这个人就是以赛亚 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这么一个忠心的人 最后呢 也为了上帝的信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以赛亚侍奉的时间 其实是从乌西亚王开始 在那个时代 阿摩斯一章一节也记载 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呢 大地震 基本上乌西亚这么强盛 后来得到了大马封 很可惜 然后又发生了大地震 所以后面又过世了 所以在这种一个强人的 好像是一个非常昌盛的 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候 在这个时刻 以赛亚书第六章 我们可以看到 在那个时刻 因为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他进到圣殿 当他进到圣殿的时候 他就见到异象 他就蒙造成为神的代言人 当然他传讲的信息是提到 北方将来会有一个强大的势力 会来压迫尤达 即便地上的君王会过世 即便那位强盛的 那个乌西亚王的年代会过去 可是主耶和华上帝 就是以色列人的神 以色列人的王 他仍然坐在自己的宝座上 同观万有 这是从以赛亚书第六章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至高者 在人的国中 仍然掌权 无论是哪一个国家 但是以赛亚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使用他 写了圣经上可以说 看起来是最长的一个书卷 也就是说他写了以赛亚书 一共有几章呢 66章 其中39章 可以说好像旧约的39卷 那么后面有27章 好像新约有27卷 一般来讲都是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那就好像代表了旧约跟新约 所以以赛亚的信息 好像是一本小圣经 从创世纪的概念 到启示录的概念 都涵盖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 以赛亚所预言到 将来有一位弥赛亚的出现 甚至于将来新天新地 那样的一个降临 所以他在文学方面 他在他的先知的侍奉上 可以说在当代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不仅是如此 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女先知 从以赛亚书的第八章 第三节可以提到 他有两个孩子 斯亚亚述 还有马黑尔 撒拉勒 哈斯巴斯 这两个孩子 其实都有他的名字的意义 斯亚亚述就是渔民将要归回 在以赛亚书七章三节 第二个儿子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鲁略树林抢夺快道 意思是说 再不悔改 那么上帝的审判就要来到 所以当他喊他的儿子 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 就是在告诉这些犹大人 我们若不悔改 鲁略就要来到了 抢夺叫快树林了 就要快到了 所以要赶快的悔改 因此他的全家 可以说就是一个侍奉的典范 他所传讲的信息 就影响了当代 我们刚才就讲过 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 经文让我们看到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他就看到异象 诅咒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上垂下 遮满了圣殿 在乌西亚王 在那一年去世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以赛亚所见的那个异象 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他看见那位至高的神 坐在那个宝座上 衣上垂下 遮满圣殿 不仅如此 他的周围还有侍奉的天使 是撒拉夫来势力 这撒拉夫一共我们看到 有几个在那边呼喊 每一个天使有六个翅膀 两个翅膀来遮脸 两个翅膀的遮脚 两个翅膀的飞翔 不管是遮脸代表谦卑也好 不管是遮脚代表了谨慎 或者是翅膀的飞翔 表示快速的去完成上帝的使命 可是更重要的是当他能呼喊 这位上帝叫做圣灾 圣灾 圣灾的时候 整个圣殿就开始摇动了 连圣殿的根基都开始震动了 而且整个圣殿充满了烟云 神的荣耀充满在整个圣殿 这一幕的情景 让以赛亚看到以后 非常的震撼 非常的恐惧 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罪 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五到七节 很重要的就是 当一个人有罪的时候 神的荣耀彰显 人所看到的是自己身上充满了许多的罪 他说祸在我灭亡 因为我是嘴唇不解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解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 他知道一个不圣洁的人 怎么能够站在圣洁的神面前 天使撒拉夫后来就拿那个坛上的那个炭 用个火箭把它取下来 沾在以赛亚的嘴 你的罪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 你要知道弟兄姐妹 当这个炭这火炭沾在以赛亚的嘴上 你想会不会有印记 我相信一定有印记 也就是说当人看到以赛亚嘴上 有炭火所沾到的印记 就知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神迹的发生 因为当他在圣殿里面这样侍奉的时候 居然他出来的时候 他的嘴巴是有印记的 是被探三道的印记 这个印记 他人家一定会问他说 你怎么会有这个印记呢 他会说 因为我见到的异象 我身上的罪恶上帝都饶恕 我嘴巴口中所说的污秽的 或者是一切的不洁净的言语 上帝都饶恕 所以这个印记是上帝赦免的记号 的确这就是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看到言语是最难控制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 以赛亚就领受了使命 我们要说的叫以赛亚书六章八节 这个使命我们看到在以赛亚获得罪的赦免以后 他就开始的听到一个声音说 我可以拆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就在那个时候说 我在这里请拆遣我 我相信许多 今天很多侍奉神的人 都因为以赛亚这句话 也回应说 我在这里请拆遣我 以赛亚的侍奉 可以说从二十几岁蒙昭 到他殉道 可以说年老的时候 都没有违背他说 我在这里请拆遣我 虽然他所做的工作 不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工作 因为他要传讲的是一群眼睛昏迷的 耳朵发沉的 辛蒙只有的这一群人 直到国家面临到被掳掠 人民被迁移 最后他的工作也结束为止 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他问说 这个工作要做到什么时候 上帝告诉他说 做到工作停止 因此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 以赛亚不断的为他的国家 为他的百姓 为他的人民 为他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来祷告 这是从以赛亚书可以看到 他不断的呼求上帝 怜悯拯救他的国家 愿上帝也一样的 怜悯拯救我们自己的国家 上帝祝福您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